22号就是冬至 总少不了会吃汤圆来应景 但是有专业护理师就提醒 这汤圆的升糖指数比较高 容易使血糖升高 所以糖尿病患者要适时来使用 高血压以及肾脏病的患者 则需要注意在烹煮咸汤圆的时候 要减少油葱以及含盐的调味料来使用 多加青菜以增加纤维 另外冬天也很爱吃锅 这吃锅的时候 糖尿病的患者也要掌握均衡饮食 注意油脂量以及大含量 避免一时满足口服之欲 而影响了血糖上的波动 22号就是冬至 很多人都会吃晚热乎乎的汤圆应应景 不过汤圆搭配甜汤的组合 一不小心热量就容易爆表 有专业护理师就提醒 汤圆升糖指数较高 一时血糖升高 建议糖尿病患者要适量食用 基本上现在外面市售汤圆很多 那我常常跟病人讲说 我浅尝就好 讲解易俗都好 像外面那些就是一些 比如说包馅料的那种汤圆的话 我们要把它注意就是说 一些含糖类比较高 加工物比较高的 我们都尽量避免来吃 除了甜汤圆要注意之外 高血压及肾脏病患者 则需要注意烹调咸汤圆时 应减少油葱及含盐调味料的使用 多加青菜以增加纤维 另外冬天吃火锅时 护理师也建议糖尿病患者 选择青糖类的锅底 并以蔬菜瘦肉为主 注意油脂量及钠含量 避免一时满足口腹之欲 而影响血糖上的波动 像牛奶锅起司锅 这个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我们的糖尿病病人来使用 另外的话在血材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选择就是一些 就是蔬菜类跟蛋白质类 那蛋白质类的话 像鱼也OK 可是肉的话 我们可能要选一些瘦肉来吃 可能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有帮助 那也比较不会波动血糖 另外就是要注意就是 如果有肾脏问题的话 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吃锅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汤尽量少喝 另外的话还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蛋白质也不可以摄取锅量 护理师也强调 只要并吃少油少糖多纤维的概念 留意食物的摄取量 就算是糖尿病或是三高患者 也能避开健康地雷 安心过冬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